热点时评 华市三国演义 习地昔日荒唐岁月 暗示民族前途多难 上集 餐厅伸出闲诸首 记筹整肃前九友 主持人 石板明夫 嘉宾 袁洪斌 播讲 夏秋年 台湾华市的三国演义节目 由国际政经专家汪浩主持 与来宾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共同讨论 一起跳脱传统政论谈话节目的框架属性 深度讲评最新国际政经重大事件 本期节目汪浩因故未能参加 由石板代为主持 另外 以使维建频道把本期节目的另一位嘉宾 台湾的黄鹏啸的发言略趣 以节省时间 编者案 习近平年轻时代的酒友 袁洪斌现身爆料 习地不但是个酒鬼 茅台酒一次可以灌一瓶 且酒后起色心 对女服务生身闲诸首 遭餐厅厨师 沿街追打 丑态百出 袁洪斌还说 习地很会记仇 年少时酒后起争执 掌权后开始整肃酒友 无论酒前或酒后 习近平精神状态都很错乱 自尊自卑两种情绪纠葛 没知识又没良心 还妄想复兴邪恶共产主义 根本是耽误中国文明发展 迟早会造成全球劫难 以下是本期节目的上集内容 石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世三国演义现场 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 最近中国国内的各种形式 变得非常复杂 中国经济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了非常了解中国的流亡作家 袁洪斌先生 袁先生 你好 袁洪斌 石板明夫先生 你好 石板 还有黄鹏孝大哥 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习近平的 中国习近平政权怎么样 听说袁先生和习近平早年有一些交集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袁洪斌 嗯 那是在1988年 当时胡耀邦先生受到整肃之后 有两个人没有参与到整肃胡耀邦先生的行列中 其中一个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生 当时由于这个原因 习仲勋也受到了邓小平等等这些权贵的整肃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感到很恐慌 他当时是厦门市的市长还是书记吧 石板 应该是副市长 袁洪斌 他当时是每过半个月 有的时候是十天 就坐军用飞机 免费的军用运输机 从厦门飞到北京来跑关系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1959年就开始癌症 一年惊蛇咬 十年怕警生 这次重新再次癌症 习近平很怕他自己的嗜处也受到影响 所以他到北京来 主要是找胡耀邦先生的长子胡德平来进行一些活动 另外还想找一下邓小平的儿子邓普方 习近平是个酒鬼 所以他每次找胡德平先生的时候 胡德平都不厌其烦 都要喝酒吗 胡德平先生最后跟他讲 我也给你找一个酒鬼来陪你 于是就找到了我 我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 这样的话 我就和习近平成了八个月的酒友 在那八个月里 他几乎是每隔一个星期 有时候是半个月就来一次 每次来的时候 他带两瓶茅台酒 他一瓶 我一瓶 然后他出酒 我出饭 我就是请他在那个 主要是在当时北京大学西南校门外有个长征饭店 在那儿去吃饭 就这样 我们进行了八个多月的交往 那个过程中 还和很多的中共官员都有了交集 石板 那您跟他聊天 我也了解习近平是很爱喝酒的 我过去写过习近平的几本书 对习近平当年的一些过去的部下或者小的时候的朋友也采访过 他们都说习近平爱喝酒 喝酒之前的习近平跟喝酒之后的习近平和现在您看到的习近平有什么不一样 袁红冰 喝酒之前的习近平是很憨厚的一个人 就是寡言少语 很沉默 但是一旦一瓶茅台酒喝到一半以后 他就滔滔不绝了 而且他说的话会让你瞠目结舌 他这些观点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比如他有一次 我们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 这会拖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说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 结果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讲呢 他说袁红冰你错了 中国的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他说这个话我吃了一惊 我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中国需要40亿人才够管理这个世界 这就是他当时的一些想法 那你可能看来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但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和他现在比起来呢 他这种荒谬在当时这种荒谬 由于他没有权利 所以他那个荒谬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而且有时候荒谬的挺可爱嘛 但是今天呢 他已经掌握了中国14亿人的命运 他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主导者 也就是说现在中共的国家权力的主导者 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石板 基本上您讲1988年 那个时候他已经30多岁了 跟您基本上是同龄人嘛 您跟他聊天时 因为30多岁 我想基本上人的知识体系已经形成了嘛 自己的想法高度 基本上大概的轮廓已经有了 您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来说 跟他交流 您觉得他的水准 知识和架构逻辑怎么样 袁红冰 他基本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 不能用什么小学生 中学生水平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荒唐 很混乱的一种精神状态 石板 小学生里面也有很多很优秀的 袁红冰 但是他有一点呢 我认为是不仅成熟 而且坚硬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 那一整套思维逻辑 在他的嘴里说出来 都极其的纯熟 比如说 喝了酒之后 他会讲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是有规律的 这就是我们唯物主义者 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石板 一般的台湾观众 可能一下听不懂 您稍微慢慢解释一下 袁红冰 这一套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垃圾知识 所谓的唯物主义 就是把人看成是一块臭肉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科学 就是习近平整个就是被共产党文化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 所诅咒的这么一个心灵 这是当时给我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交往呢 这个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比较讲义气 这也是事实了 有一次我们一块喝酒 快喝完的时候 有个女服务员端了一盆汤 最后上汤 北方的习惯 结果习近平就在那个女服务员的臀部 啪 就用力的拍了一掌 当时我一惊 结果这个女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说咱们快走吧 她说怕什么 隔了没两三分钟 一群厨师拿着勺子擀面杖 从厨房里就冲出来了 我们两个人 习近平的力量也很大 他个子也比我高 他一下把那个桌子推出来当盾牌 就听到那个桌子上叮叮当当 我这头是把椅子从桌子上面摔过去 进行抵抗 然后当时我跟习近平讲 我说你快跑 你是当官的 我低声讲 要被逮住就不好了 他说你是老师 你被逮住也不行 要跑咱们一块跑 我说那就跑吧 然后一二三 把桌子往前一推就跑 当时从北大的西墙 一直跑到北边 圆明园那儿的一个中学的外面 当时还是芦苇堂 现在据说都已经有了建筑 当时都是一片芦苇 我们两个人往那个草丛一钻 这就是他给我的印象 石板 这个故事好像不是讲义气的故事 而是耍流氓的故事 圆红冰 让他跑他也不跑 但是当时他还有很多荒谬的事情 比如说我再讲一件事 这个以前没有讲过 就是有个叫白恩培的 可能很多台湾朋友不知道 白恩培呢 他最高的官做到云南的省委书记 后来做到人大常委会了 石板 后来也落马了 圆红冰 他落马以后呢 他是第一个被判处死缓的官员 当年就是白恩培和我和习近平 当时白恩培是延安地委书记 他到北京中央党校去学习 那么我们三个人一块在他那喝酒 在白恩培的宿舍里喝酒 白恩培的宿舍里 床底下就一箱子一箱子半斤装的西凤酒 他们把他叫手榴弹 说来这儿就是炸这些贪官来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在喝酒的过程中 就谈到了长津湖战役 前几天不是尹熙岳也谈到这个战役 这个白恩培当时还是有点良知 白恩培就说 十五万大军进入冰天雪地 零下二十多度的战场 你不给这些士兵们发足够的预寒装备 你这是统帅的失误 所以他认为十五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应该枪毙 但习近平就认为宋时轮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他虽然造成了十多万人冻死冻伤的损失 但是他战胜了美国的王牌军 这个战役上的重大胜利 必须付出这样的牺牲 这两个人后来就为这个事吵起来了 还打起来了 我在中间拉架 我估计白恩培后来被整肃 而且判死刑 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你就从这一点事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和良知 等等这些现代人类的这种价值观念 他没有的 他的心目中就是共产党的那种斗争哲学 那种暴力哲学 那种可以牺牲人的 把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数字来看待 来实现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这就是最可怕的 习近平如果要像江泽民那样就是一个贪官 他看透了共产党这一套 老子当了官就是来回捞钱 那也好办了 但习近平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的邪恶理想的人 这是最可怕的 这种邪恶的理想一旦跟统治14亿人命运的权力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21世纪人类的劫难之源 石板 确实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习近平很多这种又喝酒又打架 他完全是一个小流氓的生活 但是确实我采访习近平年轻的时候 也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 就是习近平讲义气也是有 就是习近平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13、14岁的时候在学校里边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聂卫平是下围棋的 后来成为国首 还有一个叫刘卫平的 这个人是空军司令刘镇上将的儿子 他们三个一起是属于黑五类嘛 然后被红卫兵的团体骗到学校去要打他们 他们三个拼命的逃跑 结果刘卫平就保护聂卫平和习近平跑 然后自己就被打成脑震荡 习近平上位以后 刘卫平当时是大笑 马上要退役了 已经完全离开军队的升迁系统了 但习近平把他拉回来 给他提到少将 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打架 帮我们扛过 我觉得习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江湖气的 上级完 这样的情形 的时候他刚才是在最后 communicated 比如习近平时 一定是随着 但是就先放进去 那些重复 zad